好的 我們看這個標題 外資獵殺 藥滑藥 這個累殺兩次看起來滿驚鬆的 今天新聞 外資獵殺 藥滑藥 因為藥滑藥從六百多跌到 現在四百多跌破 跌了三分之一 股價拉回三分之一 表示跌了33%以上 所以新聞用累殺來形容 外資獵殺 藥滑藥 好 那我們看藥滑藥 哎唷 這格局根本不對嘛 你去買它幹嘛 詹維銘有沒有跟你講過 藥滑藥是空投格局 有啊 不知道講多少次了 其實藥很多是空投 可是你可能看不懂 你避不開 懂意思嗎 這個呢 這個也不對啊 那你去買它幹嘛 不是嗎 包含怎麼樣 美食 這個也不對啊 你去買它幹嘛 懂意思嗎 掉的 對的 就保銳嘛 但最近也開始有轉肉跡象 因為第二線跌破 第三線在臨走 這時候明顯有轉肉跡象 都非常小心的 這一段是對的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做不配合會跳 如果你不會跳 隨便跳 三成 這三十 三分之一 33% 一千萬賠到三百多萬 你就哭了 一台便入 在股市那邊摔掉 不見了